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86年间 国国开始增加发行面值为一角 两角 五角以及一元面值的硬币 而从过去到现在 国国一共发行了300亿元硬币 长城币是当代中国流通硬币与流通纪念币的开山币组 可称之为市基币 一元面值正面图案为国民 国徽和发行年份 背面图案为万里长城和面值 第二版牡丹硬币正面图案均以国徽为主镜 国徽下边有国民和重要年份 国徽上方增加汉语拼音国民 接下来的菊花币便是我们现在常见益元硬币了 乘车买菜都少不了它 在收藏市场 物以稀微贵是永恒不边的铁绿 长城币也是钱币收藏者的一只花絮 其中1986年的硬币几乎看不到 因为1986年没有批量发行益元长城硬币 只生产了660套年度精致套装币 属于极西少品种 如今价值12万8千元一枚 如果大家有这样的益元的话 一定要好好地留着 千万不要花了 此外 后两种一元硬币的制造期有1999 2000 两年的重叠期 其中母单币2000年为大肥充发行 只在套中币中才有 专供钱币收藏者购买 没有真正流通 一元硬币价格单位已涨至850到900元 小伙伴们 你们家中有这些年份的硬币吗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